Zither Harp 欢迎收听2015年12月11号的 Champradio 米奇漫漫来 我是你的DJ米奇漫 我是阿鲁彤彤 嗨 又是我们 然后呢 虽然我们现在在法国安古兰 但是其实呢 我们刚刚从一个地方回来 你是说巴黎还是德国 巴黎 好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巴黎 我们去了一个叫 Sobete Sobd的漫画展 然后在巴黎 你都没有要救我的意思 这讲得很好啊 好啊 然后这个漫画展 其实 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它是一个只有五年历史 虽然是蛮 蛮新的展览 但是其实我们在去之前 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对啊 就是朋友 多亏了好朋友力经邀约 对 没错 还有驴发漫画家 林立金的邀约 然后我们有透过很多封书信的 那个email的往来 但是就是搞不清楚 就是这个展到底是怎样 然后看了影片之后 也还是搞不太懂 然后它又有主题国 然后又有一个什么 主打的那种来宾 然后它又说 又有说很多沙龙跟活动 但看起来又小小的 但在去之前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呢 Mishman也是准备了一个奇妙的东西 对 就是 罗罗莫罗 你知道 Mishman在台湾最新的漫画作品是什么吗 台北 布莱茴 对 那它的形式是怎样 手机的条漫 手机的条漫 但是呢 手机的条漫是中文版的 然后在这边要让欧洲的朋友 法国的朋友看 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个办法 把它变成英文版 把它变成英文版 可是我們在技術上沒有辦法達成 讓它在手機上看的這個 因為我們沒有網路 一方面沒有網路 一方面我們也沒有那個技術啊 就是如果用iPad的話呢 不行啊 它不能讀那麼長的圖啊 為什麼不行 因為它會讀不出來吧 我猜 那個圖的長度有五萬 所以它可能有做了一些網頁的技術 然後讓人家可以讀 所以我們後來想做一個辦法就是 把米奇曼的高科技手機漫畫 變成英文版的低科技手動裝置 這樣講聽眾可能很難想像 對 你就只要講這一句啊 所以你要多說明啊 所以呢 米奇曼那時候就想說 我想要做一個很像那種 長寶圖捲軸的感覺 捲筒 捲筒你也覺得遜啊 捲軸 而且捲筒就很想接衛生機 對啊 捲軸是一個神秘的捲軸有沒有 帶有東方色彩 沒有我想要西方 我想要西方色彩 因為東方會有一種 圖窮必現的感覺 荊蚵刺青王 我想要的是很像有一個那個 該怎麼說呢 井水那個把手有沒有 然後你邊轉啊 你用手在那邊轉動它 然後漫畫就會 自動的往上 對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像是在一個 低科技的手機漫畫 或是裝置這種感覺 用想的 超簡單 做起來很困難 做起來 比很困難還要再更困難 因為米奇曼是一個漫畫工作者 其實對於這種手工的精細作業 是零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說 豁出去了 我第一個展覽既然是在巴黎 我就要花一筆錢也沒關係 然後我想要找 做電影道具的朋友幫忙製作 想要先講這是在台灣的時候 對在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是 10月11日 就來法國之前 9月10月 就已經有在想了 對 然後呢 就請那個 做電影道具的朋友 然後也是在那個 擁和藝術基金會認識的 然後 藝凡的朋友 然後他就來 他就看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你要在哪展 我說巴黎 他說 你這個 公司成本可能就要花不少錢 然後你先講看看 你心裡本來的底線是多少 然後那時候想說 開玩笑 我人生第一個展覽在巴黎 耶 我豁出去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好 錢能解決的事都是小事 我說心真的是一痕 我就說 心裡想的底線就是兩萬塊 這跟你的那個節省的形象很不符合 兩萬塊都可以買一台notebook 或者是做很多事情 買最高階的數位相機 沒有到最高階 總之我那時候真的是覺得 我真的是長大了 我現在願意為了我的作品 花出兩萬塊 然後心裡想的是 反正一月安古蘭漫畫節會長 用可以再用 對 這樣平均起來就變一萬塊 以後還可以再用 對 以後還要再用 然後想說 世世代代一直用下去 然後結果那個朋友看了一眼 他就說 你這個東西 我會想用金屬做 然後那個齒輪 然後想 金屬齒輪 怎麼那麼複雜 怎麼那麼複雜 他說 我這個人在業界 要做就是做最好的 蛤 可是我不需要最好的 沒有我想要最好的 我想要最好的 兩萬塊搞定 結果呢 然後結果還說要用金屬啊 然後要用什麼 就講得很厲害啊 然後我越聽越覺得越不對 他說 你這個光 材料費成本 就要兩萬多吧 嗯 做起來我想 可能 四到六萬 那時候一聽就 哇 而且用金屬一定很重啊 要怎麼帶來法國 沒有 他想的就是 因為他們做電影 道具常常就是要 帶出國 或是怎樣 然後他就說 如果是用木頭 或是其他的材質 到了不同的國家 可能因為他的濕度變化 就會變形 然後可能就會 不能運作 然後我那個機構 他又覺得 如果是他來做 他會把它算得很精英 然後就是轉動 就 跟我們這樣做出來的 完全不一樣 對 他說一聽到 四到六萬 啊 謝謝 我還不死心 那時候心裡還想說 要和我出去嗎 那這樣做大概要做多久 他說 嗯 我做大概一個月 然後 到時候再用空運寄回去 嗯嗯嗯嗯 還沒再加上空運的錢 而且金屬耶 對啊 那他就想說 啊 那謝謝 當下就決定了 就是 打算自己用低科技 糊一個亂七八糟的版本 所以呢 我們來到安古蘭之後 然後 我已經帶了兩個 在IKEA買的 那個 滾筒 黏那個地上的棉屑 衣服上的棉屑 那種滾筒卷軸 對 一個二十九塊 然後 我帶了兩個 然後我就想說 用這個東西 自己用低科技的方法 總有辦法製作出來的 嗯 然後來了之後呢 做了 做多久了 應該有整整一個禮拜吧 對而且還把 玩物也算是拖下水啊 嗯 玩物也幫忙 製作很多東西 然後 這個部分就是在製作那個 很像衛生紙捲筒的部分 首先就是把那個 因為 本來是手機的條脈嘛 對 所以是很長很長的一條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很長到底是多長 所以呢 就把它印在 A3的屎上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條一條的切割 然後之後再把它黏起來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本來想的是捲軸 但是捲起來之後 發現變成捲筒衛生紙 對 因為它太厚了 真的 一筒就 真的剛好是一個衛生紙 很像這個作品 共有43畫 然後我本來想說 那展個10畫好了 真的是 人不知天高低厚 那至少要看到一個段落啊 結果 結果呢 印了兩畫之後 兩畫有多長 兩畫大概有 快十公尺 十多公尺吧 那什麼呢 十多公尺 總之呢 就是 十多公尺 該怎麼形容 就 五個米其曼 六個米其曼 躺在地上 接起來 你知道米其曼 也算是不小隻啊 然後 光是做這個 就花我們非常多的時間 嗯 然後 還另外再做了一份輩分 對 就是怕說 因為很低科技嘛 我們就是用捲筒 然後 加上地心引力的固定 嗯 然後還有想說 展覽可能也會有小朋友啊 你知道 大家知道 小朋友破壞力很強的 只要有一兩個小朋友來 可能就會壞掉 所以就要做個備份 沒錯 然後巴黎那邊呢 他們希望先拿到一份 就是展覽可以 評估怎麼現場佈置 畢竟十公尺的漫畫 那也不知道該從何佈置起 所以 我們製作了 備份的備份 嗯 總共做了三份 總共做了三份 然後還先寄一份去巴黎啊 然後 總之呢 這個展覽 聽眾朋友呢 現在就是跟著我們搖身一遍 準備要前往去巴黎 嗯 東西總算都弄好了 嗯 然後呢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在巴黎 點這首歌送給大家 這首歌 叫做 糯米團的巴黎草莓 這在我那個年代算是 KTV的一個經典啦 是嗎 蛤 你們不會點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好啦 那聽眾朋友 聽聽看囉 巴黎草莓到底是什麼滋味 有個黑影飄呀飄呀飄過我的面前 我 想知道你是誰 看著你的背影 看著你的背影 散發出了一種香味 喔 那不是香水 刷了指尖 空氣全都凝結 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 曾經聽說 可是卻又從沒真的結果 就像巴黎的草莓 回家的路上我驚迫起跳熱鬧的街 我感覺有點累 紡紛繁 posting 我感覺不和太多元 יותר多入聚 或有廠商 躲在cję裡 。 就像巴黎的草莓 巴黎的草莓 和你虽然只是撒尖 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 巴黎的草莓 这名真的很美 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像种感觉 巴黎的草莓 期待你的再次出现 不愿意等待变成浪费的世界 巴黎的草莓 我们欢迎回到强迫radio 米奇漫漫来 刚听的歌曲是 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现在呢 听了没有听完歌 应该也忘记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这么快 对我们就是 米奇漫做好了这个 低科技漫画阅读装置 这么久 然后呢 WARU MONO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到这里的 我是原型师 原型师 对 就是 什么是原型师 就是要制作各种公仔跟模型 哦 所以那你这次去巴黎 你有 你听说你也有一个小展览是不是 呵呵呵呵 好巧 我做了一个米奇漫公仔 米奇漫同名公仔 同名公仔 通常是一个作品很受欢迎之后 就会出现这种周边商品 所以我们是自己做 别人不做我们自己做 所以 wilmono 从台湾就带了一匹布来 对带那种绒布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魔魄的裤子 还有魔魄的裤子 就是 triple 米奇曼真實穿過的魔魄的上衣跟褲子 對 然後在這邊做了一個小奇滿 嗯 大概 25公分高 那蠻高的 所以我們莊安古蘭就是帶了 剛剛那個低科技漫畫月圖裝置 然後米奇曼也帶了當然是自己印的小漫畫 醉獵歐洲遊記等等的作品 然後還有瓦羅莫德的小奇滿 可是要帶多少真的不知道耶 因為這個展是一個問號 而且沒去過也沒停業 對啊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 人力能帶多少我們就帶多少去了 然後我們還帶了20本的那個TX 對 超重 超級重 聽說朋友你要知道 漫畫其實就是樹的屍體 然後我們就很怕巴黎物價很貴 我們又帶了很多食物上去 這個也要講嗎 很貧窮 這個會顯露出我們的無知跟那個Coleman 可是很需要啊 你看會場那邊 我們也沒有時間出去買吃的 就都是靠我們帶來橘子過貨 為什麼巴黎被我們講得如此不堪 然後到了巴黎之後 那個米奇曼也馬上就被罵了 對啊 被誰罵 被你啊 什麼時候上去了 就是我們根本沒有約在哪裡 對啊 就像主辦單位有請一個人來接我們 然後是約在巴黎很大的車站 叫蒙帕拿斯車站 然後下車以後就問說 欸 那我們要約在哪邊 他會來這邊接我們 他說不知道 我們沒有約 蛤 這車站那麼大 二十幾個月台 你沒有約 不會啦 這個後來下個禮拜 欸 上個禮拜已經講夠了 喔 是啊 然後總之呢就是 那時候也蠻驚訝 因為巴黎已經做好 要搭地鐵去會場的準備了 然後結果呢來接我們的 呃 就叫他 欸 這很難念啊 Flor Francis 他簡稱 Rubis好了 完全不一樣 因為Rubis可能是他的姓 然後Rubis就說 走 我們去搭計程車 嗯 然後我心裡就嚇到 蛤 巴黎的計程車 哇 哇 所以我們一到巴黎之後呢 然後去搭上計程車 直奔這個會場 然後SOBD他的會場是在馬黑區 厲害了 如果聽說朋友對巴黎有一點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馬黑區算是巴黎的心臟地帶 旁邊度現在藝術中走路過去大概三五分鐘就到了 然後巴黎有很多第一圈第二圈 還有在最厲害的地方 然後我們從恩古蘭小鎮拉的建設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樣 我還好耶 我之前來過巴黎啊 我也來過 但是我沒有在計程車裡面 然後那天巴黎的天氣非常的好 陽光加上那個建築物刺眼到我眼睛都張不開了 然後心裡想不愧是巴黎 其實恩古蘭是一個很寧靜的小鎮啊 有一種我們要進城的感覺 對 然後到了那個會場之後 就是其實跟網站上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走進去做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欸已經要開始了嗎 今天等一下就要開始了嗎 為什麼是這個印象 就覺得還看到很多人還在佈置啊 所以這個現象不只是台灣才有的 台灣有很多展覽都是這樣子 一直不知道開場為止 對已經開始了還繼續在佈置 然後會有那個師傅 拿著那個釘槍啊 還在用 還在釘 然後發現原來他們也蠻亂來的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這個展覽看起來沒有很大 因為在台灣參加過很多的漫畫展 包括是開拓的那個FF 開拓東半季 然後甚至是在小型一點的那種小志士集 那你會覺得 本來你想像中這個展 可能是法國 然後甚至你內心自己把它長在歐洲 但是硬體來說沒有想像中很大 它比較像在一個倉庫吧 對 然後後來我們去問就是這個空間 主要就是在辦書相關的活動 然後那個時候就看那個展覽 我們這次台灣它算是它的主題國 因為它每年會有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的展覽感覺起來 我們是在路口最好的位置 但是感覺起來那個 怎麼形容的 就是也沒有想像中的主題國那麼多 因為像它的海盜上主題的還是主題漫畫家 對 就是每年會主要邀請的主題漫畫家 比起來那個主題國這個主題沒有那麼強烈 對 而且我們一進去 右手邊就有台灣漫畫家的一些漫畫的展覽 對 然後可是它可能也沒有做一個很明顯的 介紹 或是對 介紹 它可能就是在每個照片的旁邊有一些文具介紹 可是最上面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如說 今年台灣主題國 台灣漫畫介紹 之類的這個標題 跟我們一般習慣的比較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還有一個蠻意外的就是 然後明星版就拿著千辛萬苦做出來的 對啊 我們花了一個多以外 好不容易做出來的裝置 互動裝置藝術 然後結果主案單位說 我們已經有幫你 事先寄來的那一份已經有幫你展出了 然後這個的話就很怕 現場有可能有小朋友會把它弄壞 所以我們覺得也許就不需要拿出來 對 就是說我們也不確定有沒有space可以展這個啊 然後就覺得很晴天逼利啊 不是之前都聽照片給他們 也都溝通好我們會有這個裝置 要展出了嗎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 怎麼會這樣 還好就是我們台灣也有的攤位啊 嗯 就我們是主題國自己有的攤位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 最後把它展在我們自己的攤位上 對 然後這邊就是有展出 有很多其實人沒有來的漫畫這邊也都能看得到 你是說台灣新華餃 對啊 因為這邊就是很好 八文公去台北西那邊 帶了很多他第一次 對 台灣漫畫 所謂八文公就是 巴黎文化 那是文化的 就是文化附巴黎的單位 對 然後等於我們這一次就是 也算是跟法國的讀者介紹台灣漫畫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們帶你們去台北 我們去台北 來羨慕我們這個 巴黎的 漫畫的展出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大家講講 大家看到我們的這個 低科技裝置後有什麼反應 沒錯 那接下來呢 帶來這首歌是 雀斑的歌曲 雀斑的歌曲 這首歌叫做 巴黎 卡黎 卡黎 巴黎 卡黎 卡黎呢 就是 那邊的歌詞 對 大家可以聽到 他就說 去巴黎的進化 實在太過了 還是去巴黎 就是 卡黎 卡黎吧 我想和你去巴黎 我想和你去巴黎 和你去塞南河邊吃大力 可是有個大問題 就是去巴黎的機票 實在是不便宜 你去巴黎 卡黎 卡黎 你去巴黎 卡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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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會做好吃的便當給你 我去巴黎 你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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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巴黎 iels 山师奉 宛泉真小瓊 江蘭 i love, walk down to travel i love, walk down to travel i love, walk down to travel i love and love if we crush in the travel i love and love Sally!Sally!Sally! 沒有 我要打破了我 Hill over the nombre Scountry, Print and Fanzing 所有的短人都在 全靠 一张贴纸一口饭 舅舅漫画家米奇麦 一张贴纸一口饭 舅舅漫画家米奇麦 欢迎回到米奇麦麦来 我是米奇麦 我是阿鲁莫乃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Sobede这个展览 然后首先呢 我们之前在台湾也有参加过 刚刚想的开拓 对,就蛮多各种漫画展 还有同人志 然后会去的人 大家都知道大概就是一些宅宅啊 女人敢讲 学生啊 就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然后可是在这边还蛮亚裔的 就是年龄层非常的广 它的漫画是 这个展览是在五六日嘛 然后礼拜五的话比较多 感觉上就是业界相关的 对对对 礼拜五的话算是专业日啦 因为正常人要上班嘛 然后六日的话就非常多的Family 很多爸妈带小朋友来啊 然后也有那种年纪很大的感觉 不光是读者大 作者年纪也蛮大的 这是一个高龄化的那个 漫画产业 漫画产业 也不能说高龄化 是说你可以画到老 嗯,然后这边看漫画 像我们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 欸,学生时代有在看漫画 然后出社会工作后 几乎就不看漫画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自己看漫画的 漫画是小朋友的东西 有可能吧 还有就是可能出 没有,还有附近的漫画出书店 越来越少 蛤,是漫画出书店 少了他们才不看吗 我觉得这些是互相影响的 哦,我倒觉得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会不会就是 长大之后就没有时间再看这些 也没有花时间去玩网路游戏 嗯,也是啦 像我自己就等于出社会后 看的频率或是漫画 也是比学生时代再少一点点 因为学生时候毕竟很闲啊 哦,也对 比较多时间 然后可是他们这边啊 就是很多白打苍苍的阿伯阿嬷 也会来看这个展览 而且还是看的蛮认真的 好,而且我介绍一下好了 就是SOBD 我们在上个礼拜或下个礼拜 也有介绍过就是 他其实是本来是一群 漫画的评论 评论者 然后他们自己的聚会 然后后来加上那些 独立出版跟小型出版社 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 那其实这种 也算是本来是漫画粉丝 跟超级粉丝间的聚会 因为等于是透过他们 把一本漫画的论文写出来 然后才会有这个聚会 然后一个作品就是要透过这种 不断的有人去讨论 然后会让他的影响力变得更强 如果今天有一个 李奇曼的超级粉丝 写一本论文研究李奇曼 你觉得会有什么内容 会有什么内容 就是他去世界各地啊 屡败屡战啊 然后就是他去了法国的 Soubet Day 这次展览 然后就可以顺便介绍这个东西 哦 有有 我有看到一本书的游戏 那个摊位的主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漫画家 对 然后他有一个他很喜欢的 他觉得是经典漫画的一个作者 他很崇拜那个漫画家 然后所以他就出了一本书 专门在研究这个漫画家 他还去interview 这位漫画家的妈妈 然后那妈妈还有把这个漫画家 从小到大 所有的画作刚好都有留下来 从小时候才三岁左右 会不会那个涂鸦嘛 全部都有留下来 然后他妈妈还有在旁边做评论 例如这个东西是他自己 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他看着照片 或看着图片画出来的 看着杂志 对 电视画出来的 好狂热喔 对啊 可是这次真的很巧 他妈妈全部都有留下来 然后这个作者去访问了 那个他喜欢的漫画家的妈妈之后 就也把这些他从小到大的画作 全部都把它集结成册 然后下面加上很多评论 然后研究他从小到大 不同的一些过程 不同时期 柏小时期 就很像那个碧卡索 不是有很多蓝色时期 有很多阶段嘛 对啊 就是很多这种狂热的评论 很瞎嘛 对也是多亏了这些评论家 因为其实 有一些评论 当然就是会说 啊就是脱稿啊怎样 但是也会有人很认真的去 那种认真模仁 研究出一篇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很好玩 嗯 然后像这个展览 还有颁奖 就是颁奖的评论家 对 然后他们还有 好像我看还有规定就是要 就是说年龄要高达五年以上 就这个评论 对 评论圈里面他们自己有一个圈子 嗯 所以其实得到这个奖也是蛮不容易的 然后他的书 嗯 他们自己就出书嘛 然后就因为得到这个奖之后 也许就是谈美国的半选会更顺利 因为这也算是一个法国的奖丸 对不对 然后算是大奖 嗯 年度大奖 然后慢慢就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 然后年龄层也很广 我觉得这点还蛮厉害的 嗯 所以呢就是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有 然后大家看了这个女其漫的低科技 漫画风志 那他们反应是怎样 就小朋友当然就对于这种 有点像玩具圆筒啊 可以转的东西都很有趣 嗯对对 然后可是他们开始就会 比较不知道的怎么样 因为我们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漫画是需要往上拉 用手啊 不断往上拉 这样很像在画拼板或手机一样 漫画就是越下往上面 对啦 从设计来说是比较不直接 如果可以像面子一样 不停的往下抽的话 这样可以 会更好 会更好 可是我的漫画就是从上往下 嗯 所以有一点这个先天上的限制 嗯 不过大家玩起来都还蛮开心的喔 对啊 然后只是我们在观察现场有几个人 真的把它成功不高了 因为其实整个十公尺 其实整个读完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读完之后你还要把它复原 要花更多时间了 就是这个装置本来是有趣的 很多人就会玩一下 那但是你要真的读完就是你喜欢这个故事 你或是你真的有兴趣很想知道的人 就会慢慢出来在那边把它读完 对啊 有吗 这几天下来真的是会有两三百万人 你不要讲出来 哈哈哈 也是会有两三百万人就是有看了这个漫画 哈哈哈 那总之我觉得展出的效果还蛮成功的 嗯 然后它也有引起一定的讨论度啦 然后主办单位大家第一个看到的反应都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我们那个作者之家喜欢漫画教朋友 大家先看到的反应都是哈哈哈哈 这太蠢了这个也有搞头 然后不断用英文跟人家介绍说 我们是用那个low tech来展示那个high tech 对对对 所以 然后其他 那你看其他谈话你有看到 你觉得台湾漫画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啊 像我们 你就是主持国嘛 所以主办单位帮我们安排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陆进来去看 入口 这个醒目的地方 然后可是呢 当我那边度胎的时候就发现哎 那怎么大家纷纷的pass过我们平均胎的往后奏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后来我自己去逛一下别摊 然后觉得 欧洲漫画他们几乎全部都是金装分 对 都是金装 所谓的金装就是书 书皮是更厚的级 嗯 我相信大家听众应该知道我是金装分 好 其实对啊 金装分 像我们一般台湾漫画或是本漫画 他们都是平装分 然后都是黑白印刷而已 然后他们金装分 而且几乎每一本都是彩色印刷 除非那个作者的画风本身就是黑白的 而且封面其实都有用一些特殊的印刷技法 嗯 不管是打凸啊 或是特殊色啊 或是荧光啊之类的 然后封面都设计的非常吸引人 嗯 就很强烟 然后用色很鲜明 虽然里面有一半 翻开内叶就是啊 可恶我被封面骗了 对 就打开 诶 怎么内叶跟封面不一样 但是至少你是会有翻开的动力 嗯 然后就封面很漂亮 然后翻开第一页的蝴蝶艳也很漂亮 会有色情感 对 而且我觉得当大乐是金装的时候 如果你的漫画是平装的 感觉就很像是那种赠品 或者是第一页的感觉 尤其像他们的出版社啊 都会把例如他们今年年度 嗯 所出版的所有的漫画 把它变成一本目录 它大乐部 嗯 然后有的目录也制作到很精美 害我们一开始还想说 诶 这是要花钱买 还是可以拿免费拿的 然后我们还问他 他说诶 这个都是免费的啊 所以他们的第一页 就是那个目录制作很漂亮 嗯 然后当我们的漫画不是金装粉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上就会跟人家 制作很精美的目录有点像 就是翻久了 后面会有点翘翘的感觉 嗯 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 跟我们一般熟悉的漫画展 是比较接近的啊 就是作者都宅宅的啊 然后坐在摊位上就是一直签书啊 然后他们签书就是会很认真的签很久 他们的签书跟我们完全一样 在台湾你是不是人家一张签 就很认真赶快签完 在台湾我们是以偶像自居 就是很怕后面的人排队排太久 不耐烦 对 最多只能花三四十秒签一本书 对 边签跟他聊天 然后眼睛不看着他一直画图 然后这边呢是他一边签 可能就要跟别人聊天 然后就会中断他的签书这个动作 他们就是很容易被打断 很容易分析 讲到这边是不是该 等一下最后可以讲一下 就是法国人的生活态度 也透露在这个展览里面 像熬爷啊 又想老师他也有买一本漫画 然后当场有作者签嘛 他在那边罚站罚了三十分钟 对 因为那作者真的签了非常细 先打草稿 对 签笔打草稿 然后再画了很细 再聊天 对 然后又所以中间又要跟别人聊天 所以总共就花了三十分钟 一本诗而已花三十分钟 好的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啊 然后 其实到现在还是觉得 我们怎么会在法国 然后所以这首歌曲呢 就是皇后皮箱带来的 Hard to believe 很难相信 这样介绍会讲太一点点啊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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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又想起这首歌 怎么会那么的感动 And I cry Time won't stop, nothing's kept at all 其实值得太有奈何 不能期待,无法再重来 Cause I try So maybe I'm just getting old Don't anybody try to tell 我不能再面对微笑 只能要让人不迟到 And I can't I do When I was younger than today 我的快乐太能浪费 而这些日子都不在了 And I cry And I cry But time won't stop, nothing's kept at all 其实值得太有奈何 不能期待,无法再重来 Cause I try So maybe I'm just getting old Don't anybody try to tell 我不能再重来 I'm just getting old It's hard to believe 好,節目的最後一段,剛剛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們台灣這次算是SOBD的主題國 然後他除了展覽還有攤會之外 其實他還有安排有很多的講座活動 然後台灣就佔了裡面的其中三場 總共有才四五場對不對 總共好像有十三場 有這麼多 因為每天其實都有不同的講座內容 然後台灣的講座內容呢 我講一下題目好了 台灣漫畫的歷史 台灣漫畫在亞洲漫畫的定位與發展 台灣當代漫畫 都是好大的題目 對啊,他想說哇賽,這是什麼 大學領考的深論題 瘋狂的讀者才會想聽這種東西 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說 就像我們講說法國漫畫當代 當代法國漫畫的選集 這個講座內容你不覺得好像很硬的感覺嗎 所以去之前一直想說完蛋了 會不會沒有人來聽 而且就會覺得他們對台灣真的有興趣 或是真的知道台灣嗎 對,然後可是他們其實有安排的一個 有一個算是主持人 就是來接我們的那一位 他的職業其實有其中一個就是漫畫記者 然後他對台灣了解的程度非常的誇張 講一下他來接我們的身上穿著衣服好了 對,他身上穿著那個蘭嶼達悟族的原住民T恤 然後他還很興奮的跟我們說 他今年希望可以抽出時間 去蘭嶼參加飛羽季 好酷喔 他想說蘭嶼飛羽季 連我們自己都沒參加過 他竟然就是可以這麼了解 然後我們就說 哇,你現在天氣好酷 我們要拍招 他也說我們一定會穿上另外一件更好的 結果他第二天就穿了一件 印上中華民國國型的歌迪出來 所以是哈台族啦 然後其實也不只他一個 其實他也是有遇到這樣的那種 對啊,就是有麗菁的粉絲呢 他就帶了一個背包 上面是印著中華民國國型 然後過來 然後也會講一些中華什麼 應該是說會參加Soubet Day的讀者 他本身就是想要看比較不一樣漫畫的人 所以他對這種不同的題材 其實接受度很高 像這三場講座其實人都蠻多的 甚至後面就是都沒有做的位置 就是大家都要站著來聽 可是講座 因為那時候我在顧攤 所以沒有真的進去聽講座 可是有講座一結束後 人潮湧出都會衝向台灣攤位來想要買漫畫 可以想像應該講座的效果還不錯 不錯 很多人聽完講座就想要買米奇曼的作品 畢竟我是一個號稱 本人比作品更有趣的漫畫家 他在講座的時候講的還蠻精彩的 然後因為呢我們帶來的漫畫也不多 所以這次本來是打算只有要展出沒有要販售 然後所以就是講座一些事 所以有人衝過來就跟我說我要買米奇曼的那個小漫畫 然後我就跟他講 欸不好意思喔 我們這次只有存展出沒有販售喔 他就說可是米奇曼剛剛在講座上都可以賣 一本五塊 我想是這樣嗎 我想說能賣一本是一本 然後以前就是我還不知道價格 他就拿了兩本給我十歐 然後我就在想怎麼辦 一本到底要賣多少 然後我就問他說我要找你多少錢 他就說不用找錢就是這個價錢 我就歐好 對在這邊賣一本五歐 相當於台幣算是兩百塊 快兩百 不到兩百 不到兩百 算是台灣售價都快double了 可是我們先辛萬苦把它從台灣運來 也是勞力活 對啊 好啦所以呢跟大家講的就是 台灣這一次我覺得收穫還不小 之後如果有機會是可以繼續來展出 然後算是蠻值得的一次活動 嗯因為像歷經有講到啊就是 最大的展覽當然是安古蘭漫畫帖嘛 可是因為這邊太大了規模太大了 就變成說台灣的作品不一定能夠在中間突顯出來 因為真的太多活動 對 對然後主題鍋每年也不只一個嘛 對啊 然後可能像芭蕾的這個展規模就是稍微小一點 然後可是你比較容易去掉在這上面 而且就是光是露臉啦 就是在這邊跟很多的漫畫家交流 其實也算是一種漫畫外交 就是你才真的有機會有可能去跟其他漫畫家交流 對啊然後讀者也有可能在明年有機會可以見到其中的一些作者 結果最後呢我們來抱怨一下法國人 你沒有想為什麼讀者有可能可以見到啊 那個上個禮拜或下個禮拜也有講 就是這樣子做我跳 對 好最後來講一下法國人好了 有關於這次展覽你有沒有什麼想要 可以跟聽眾朋友聊聊的 就是到現場的時候發現 欸他們還在佈置啊 這一點我還蠻訝異的 這個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台灣也是這樣 因為台灣也是這樣 我覺得比較猛的是那個 我們有報名裡面的講座嘛 還有我們自己也是有講座啊 然後講座時間是三點 我們一去沒有人 沒有人去聽大師講座之後 你們想到了 然後過去的時候已經三點十分了 我們去的時候想說完蛋了 遲到了 我那時候心裡超緊張的 結果一去沒有人 原因是 那個大師也還沒有來 又很亂來啊 然後立金就說 沒關係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說不定等一下就會坐滿 然後我已經就覺得 你幹嘛這樣安慰我 都已經遲到十分鐘了 到底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活動 然後晚上的party 沒有還沒完 然後過五分鐘再回去 快要沒位子坐了 喔真的喔 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定會 delay 所以晚一點來嗎 對 然後就想說 哇賽 大家也不會去問 為什麼還沒開始 就是大家習慣會遲到 欸法國人真的都不會吹別人 對啊 像我們排隊結帳 前面的伯伯啊 罵動作超慢 也都不會有人吹他 然後電梯 有的電梯還沒有關門的鍵 就是不可以 連電梯裡都不可以吹他 算是一個對人的尊重 很寬容 然後說晚上七 七點要結束 然後會有 還有一個簡單的自助餐 七點半還有人在逛 對 然後一直到八點 他們才開始setting 就是校外會 如果是在講比較極端的例子 在日本好了 七點要結束 六點半就開始收 因為七點的時候 是田門要拉下來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要收到晚 所以你可能很早就在打包 然後六點半就不讓人再進來 嗯 這邊就是七點了 然後我看 七點十五分 一直還有人在走進來 然後警衛也沒有要懶的意思 就是法國人的神性 然後還有因為 這個月 上個月月初 不是巴黎發生的恐怖嗎 恐怖攻擊 所以他們就是很多安檢 就會變得比較嚴格 像中山爛的門口 也都會佔一個警衛 對 保全人員 然後做會檢查包包啊 什麼的 結果 結果怎樣 結果 像我們第一天到的時候 米奇滿 背了一個小背包 後面也背了一個大背包 帶了很多漫畫跟我們的裝置 後面才主要是我的背包啊 前面那個小背包幫你拿的 就是一個小小包 因為我也背了一個大背包 然後我跟安全人員 我們雙方都覺得 他這個很沒意思啊 所以我就拿小包的給他 然後就翻了一下 隨便翻了一下 隨便翻了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檢查完了 那我就走吧 然後他就讓我走 其實我背上背了更大的背包 所以他只有檢查 隨便檢查一個小背包 後面的大背包 完全沒有檢查 然後我的也是啊 我的大背包 我就問他說 這個你要檢查嗎 然後他就說你要 然後也是翻了第一個東西 我就說好了 對啊 你這樣問他 他當然要說要啊 這是他的工作啊 還是要追溯人家問一下嗎 問題是他就是 隨便翻了一下就走了 如果真的有爆炸物 他完全解嘲不出來啊 這 這也算是法國人 可愛的地方啊 隨便 是嗎 因為都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是覺得有趣的 那其他還有什麼嗎 最後了嗎 差不多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感謝一個人 好 最後要感謝誰呢 其實要感謝兩個人 兩個人 一個是非常照顧 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還是謝天吧 謝天吧 一個就是很照顧我們的 在巴黎領區十一年的好朋友 對 我們為了保護他 簡稱D D先生 提供給我們很多警報 還帶了很多食物來給我們 對 甚至我們在巴黎的這個 父母啊 照顧我們的 對 要報平安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一個台灣留學生 台灣留學生為什麼呢 他那一天剛好來附近幫家人買書 幫家人買書 就剛好來逛到了這個展覽 怎麼有台灣攤呢 對然後他就停下來跟我們聊天 然後後來就能很好的坐下來幫我們翻譯 翻譯 整個下午 那個下午 那個下午剛好是講座 對 剛好是講座日 所以我們能力是最薄弱的時候 所有的漫畫家 米奇麥啊 麗金啊 歐耶啊 大家還有陳徹啊 大家都會講座了 看位上只留下一個不會法文 英文也很差的摩 嗯 你的英文蠻好的 然後呢 就是 因為法國人的英文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很多人 尤其像剛剛講很多伯伯啊 阿媽 他們就只會講法文啊 不斷的用法文問我問題 我就回答不出來 就很感謝有這位台灣的學生 瑞萱 謝謝你 感謝你我已經加你Facebook好友了 對他真的人很好 他從下午應該一兩點就一直幫忙 一直留到六點多才離開 我有拍那個縮食攝影 他本來是正在攤位前面的讀者 對 後來我就覺得他也一直站在那邊 很不好意思 我就說欸坐啊 進來坐了之後 就被吸收成為 顧攤位的一份子 而且本來坐是坐在那個攤位外面的椅子 後來我就說欸不要客氣啊 來幫喝飲料 進來 不斷用食物收買人家 對啊 感謝就是這次展覽所有幫助我們的人 謝謝 然後其實要感謝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然後包括主辦人也是有設法 一直在幫我們介紹 喔對 主辦了一個法國人 他就是不斷會帶一些人到我們攤位 然後還介紹我們的Lowtech的裝置 對啊 然後最後也買了不少書 然後就是有幫忙在推廣 就會讓人覺得真的是 很感心耶 對 非常的貼心 啊 然後還有一點啊 就是今年不是有個主兵漫畫家嗎 對 然後最後一天 party結束之後 我們就是留到最後 因為我們要等他們幫我們安排的接送的車子 計程車 巴黎賓市計程車 然後那時候主兵也還留下來 然後聽他們的對話就是 啊 也會有一台車來接他 然後我們就想可能就兩台車 他們畢竟是主兵 就很資深 就有幾歲了吧 對 然後應該是住在很高級的地方 就沒想到跟我們坐同一台車 住在同一個去飯店 比較好玩的是他裡面有問到就是說 他其實也六十幾歲了 還沒有要退休 如果說那台灣漫畫家大概就幾歲退休 然後我就說台灣漫畫家通常在還沒有退休之前 就會消失了 好悲慘 不要這樣說我們還有熬夜 對對對 還好還有熬夜幫我們頂住 所以呢就是 其實只要你有作品 就真的跟買樂透一樣 有買有機會 你看你起碼就中了法國樂透 然後其實在歐洲還有其他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展覽 包括意大利 然後甚至就是說安古蘭的漫畫節是參考意大利的這個展覽來的 然後其他有一些專門是走亂七八糟路線 所以你的作品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可能 就是在台灣得不到肯定 但是在其他地方只要找到對的市場 都是有搞頭的 小事快來啊 這什麼呼喊 所以呢最後你覺得漫畫如何 很不錯啊 有搞頭的樣子 對啊你看 不然我們怎麼會在這裡 可以就是到歐洲來住村 然後二月的時候也許有機會會再去歐洲的其他地方 然後進行一場漫畫交流的制度 有其他行業可以這樣的嗎 應該不多了吧 好啦 你去慢慢來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聊聊囉 掰掰 最後送給你們光影琴的去旅行 光影琴是我主唱彥均是我大學的學妹 我們念的是工業設計 他也算是不務正業到了極點 其實不務正業你反而會更 更投入也許更有搞頭 送給所有不務正業的朋友去旅行吧 深信心不疑的曾經已化成幻影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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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要4 S دэ 1 1 會합 This is the game zach directors 再跟你言 所以我下定決心去旅行 灌溉一碗干涸的心灵 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 决定去旅行 放弃虚无的花蕾 摘下不怕的面具 静止忧郁 使唤的未来 求情在哪里 所以我下定决心去旅行 灌溉一碗干涸的心灵 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 决定去旅行 决定去旅行 决定 苍若恐惧缠络心灵 重新遇谎言欺骗自己 决定去旅行 苍苍苍苍苍苍苍 不害怕 所以我下定决心去旅行 所见所望都是生命的指引 每个经历的指引 每个经历都自由起立 决定去旅行 用心去旅行 用心去旅行 去旅行 去旅行 决定去旅行 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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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